有新增了一例的一個境外移入的個案 疫情指揮中心再度臨時加開記者會 因為境外移入個案再添一例 案477在入境的時候沒有症狀 7月25號抵台那時候還沒有 還沒有全部的採檢 所以他當時應該是沒有採檢 他在8月3號出現腹泻肌肉痠痛 跟全身借蛋的一個症狀 那由這個衛生單位安排就醫採檢 今日確診 最新的境外個案疑似是被同行人傳染 案477为60多歲男性長期在南非工作 是在7月24號和案460案461同行 从南非搭车前往機場 在7月25號抵台後入境時並沒有症狀 是直到8月3號隔離期間才出現腹泻肌肉痠痛等症狀 直到8月6號才確診 不斷傳出境外移入確診個案 更傳出香港出現一名確診案例 是自台灣返回香港 難道又是在台灣被感染 本國幾50多歲的女性 那在7月27號入境香港 一採是陰性 當然就是說他8月2號在採的時候 驗出陽性 那的確是當然有可能是在 他在香港感染或是在台灣感染的 雖然暫時列為香港本土案例 但是加上之前多起外籍人士自台灣返國後確診的狀況 讓民間出現入境應該全面普篩的聲浪 指揮中心乾脆找來專家為不普篩政策背書 每天你所有的陸軍旅客都要做篩檢 420萬元 它不是沒有成本的 陸軍的時候篩檢有3分之1其實是抓不到的 境外的旅客進來台灣以後 簡易14天 這個是很足夠的 特別找來專家說明強調不論是國內還是入境全面普篩 又花錢又沒效率 不過接連傳出外籍人士反國後確診的消息 讓台灣出現社區感染的隱憂 又開始出現民眾搶買口罩的情形 台灣的口罩政策有沒有打算改變 恢復全面徵用 但是民眾沒有辦法再自己買了 沒有啊 目前都還是只有 都是全面 都是只有徵用800萬片而已 口罩政策 防疫政策 指揮中心已不變 因萬變 不過對防疫政策的質疑聲浪 確實越來越多 黃雲青紅王家姐 許國豪台北報導